这几天有个视频疯传在一些Pi群组,主要内容是官方开始映射PiB了,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在前几天尼古拉斯博士在聊天室说KYC增加了一个功能,再结合人工验证和人工智能。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Pi的KYC进度很慢,但是官方在背后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看不见的。 看了这个视频后,你就知道为什么Pi的KYC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来研发了,因为很多刷子在想方法来破解KYC。 到目前为止,官方还在优化KYC,是因为Pi在未来去中心化了,能够保证网络在各个环节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这样做有利于项目长远的发展和获取更长远的利益,也意味着我们持有的PiB价值才会高。 大家好,我是小萱。这期小萱我为大家收集了10个你需要知道的Pi新资讯,也让Pi友们知道最近Pi有什么新消息的。 顺便让大家知道项目在顺利进行着。 在影片开始之前,老观众可以先点一个赞吗?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重点吧。 有Pi友觉得现在都已经5月了,还来得及疑惑吗? 马大管说Pi和新团队说第二季内没有改变说法。 然后大管还说,第二季度Dev进驻,正是主网可能在6月28日或之后要看全员KYC速度。 所以说疑惑计划不变还是会在第二季度开始。 我们耐心等,坚持挖PiB就对了。 第二,顶级媒体BBC再次发关于Pi的推文。 在5月5日,BBC再次发关于Pi的推文,这是第二次BBC发Pi的推文了。 它作为全球知名的媒体能关注到我们Pi。 不管是出于质疑,还是出于正面重视或何种目的,都说明他们很重视Pi。 小轩我个人认为,BBC Houset背后有资本关注Pi。 并且他们正在计划在主网开放式后,直接开始开发和搭建Dev和应用程序。 他们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计划来进行。 只要开始就会有不少资本就以不同的方式进入。 未来科技时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 不少正在寻求方向和突破的资本,自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布局的机会。 第三,KYC认证时能手动切换于语言。 因为KYC的界面是做了语言包植入。 若派友收到PiKYC邀请,由于你使用加速器的原因,会有不同地址登录,会回归到英文版本。 那么你可以在你进入KYC后点击左上角的地球,选择中文,切换后进行KYC的操作即可。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KYC的话,可以等小轩我做了KYC后,在制作影片跟大家分享哦。 那目前来说,KYC实名认证全球的语言翻译工作基本已经完成了。 还有小小的bug需要进行修复。 相信很快全世界的Pi有在进行实名认证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切换去你想要的语言了。 第四,KYC验证者邀请进入聊天室。 成功申请成为KYC验证者的Pi有请注意哦。 由于太多KYC验证者反应还没被邀请加入聊天室。 所以靠管理说,如果KYC验证者还没被邀请进入验证者聊天室的话, 记得汇报给任何一个聊天室的管理员。 不过聊天室里可能有太多的讯息了,管理会漏掉你的信息。 所以你可以进入聊天室。 点击繁体聊天室上方的Mods FAQ, 然后拉到最下方,点击KYC验证人问题收集。 然后在这里告诉管理员们你还未被加入到聊天室里。 另外大家也记得告诉管理,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申请成为KYC验证者的。 然后管理会通知官方,再把你添加进验证者的聊天室里。 那这个验证者的聊天室名称是Validator。 如果你被加入进聊天室里了, 然后对验证过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验证者聊天室汇报。 第五,KYC验证速度再加快。 有一位KYC验证者分享他验证KYC得到的经验。 他说目前他已经验证了3359个KYC素材, 在四天前只是验证了1628个KYC素材。 而这之前的1628大概差不多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也就是说短短在四天内就验证了1700个左右。 这就意味着KYC进度越来越快了。 然后马大管理说大范围KYC跟审核是一起在调整。 好了就会一起出来。 那和小萱我一样还没有收到KYC的Pi有不要着急哦。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我们大家很快就能KYC了。 第六,KYC时转圈怎么解决。 之前一位派友进行KYC时,因为信息资料填错了一个字, 所以提交的时候一直在打圈。 转了两个小时他才发现看错了一个字。 过后他改了后就很快提交成功了。 所以说,如果你进行KYC时,KYC一直在转圈的话, 一定要检查好资料信息或照片是否正确。 第七,不满18岁的派友要注意。 Kyle管理说不足18岁的派友。 点进KYC记得如实选择。 这样账号才能有更长的宽限期。 成年人的宽限期是大范围开始之后计算6个月内必须完成KYC。 18岁以下组别会在之后才会推出认证方案。 因此账号的宽限期会更长。 如果胡乱选择了自己18岁以上,但实际上是不足18岁, 那你的账号将会与成人一样需要在6个月内完成认证。 如果无法完成KYC认证,那6个月前所有挖掘奖励将会归零。 所以18岁以下的派友记得诚实选择哦。 第八,目前还没开始映射派币。 这几天有个视频疯传,在一些帕群组。 内容是有人映射钱包了。 然后美洛币管理说是假的。 因为这么大的事,官方一定会先在主页宣布。 老实说,当小轩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还真的相信了。 不过我过后打开帕区块浏览器查看到帕币还没开始映射, 才知道这个视频是假的。 而且就像美洛币管理说, 这么大的事官方一定会先在主页宣布。 那如果你不知道区块浏览器是什么的话。 简单来说,区块链有公开透明、不可篡改, 并且可以追溯的特点。 它是一个提供数据让大家去查询的地方。 在这里面,你可以查询到你所想要的数据。 比如区块高度、市值、价格、算力、24小时交易额、事实交易、地址搜索和数量、锁定数量、总量、流通总量、锁定数量等。 但是,有很多东西还查询不了,这是因为目前很多的功能官方还没推出。 第九,一些第三方生态骗取大家的助记词不要乱操作。 随着生态的开发和建设,第一阶段的启动和运行。 目前有第三方开发出一些生态正在收集大家的助记词。 大家一定要知道,助记词对于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一旦你泄露就会失去自己的资产,失去所有你挖到的派币。 那我们要如何识别真假派支付? 在输入助记词之前,务必看清楚搜索栏里必须是显示这个的链接, 如果不是的话,你就要立即停止操作。 因为像这样在生态应用里,要我们直接输入钱包助记词都是想骗走我们的派币。 助记词是我们守护财富的最后防线。 所以,输入助记词前,大家务必要看清楚。 小轩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最好使用指纹或面部来解锁派钱包。 如果你的手机没有指纹或面部解锁的功能的话, 那小轩我建议大家在浏览生态时,要进行付款时就暂时别去碰先。 第十,KYC实名认证要加入OCR。 尼古拉斯博士在聊天室告诉我们一件事, 就是实名认证增加了一个功能OCR。 这是在人工验证的基础上增加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博士想要让实名认证这个流程在以后去中心。 做到万无一失,增加验证安全性。 结合人工验证加人工智能。 这是目前来说非常厉害和可靠的。 那什么是OCR呢? 英文叫做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简单的来说就是文字识别。 这个功能在微信还有其他平台都有了。 我们使用翻译软件,还有提取图片上的文字, 实际上就属于文字识别。 专业的角度来说,OCR就是光学字符识别。 Pi的KYC增加这个功能后, 大家在验证过程之中, 通过手机扫描证件或者是人脸, 又或者是NFC就可以直接被识别, 然后填入信息。 如此一来,在以后就是自动完成, 并且可以脱离中心处理其真实性。 然后这也可以解释说, 为什么这位Pi友进行KYC时? 因为他信息资料填错了一个字。 提交的时候一直在打圈。 官方一直在优化KYC的目的就是在以后去中心化了。 自主就可以完成。 不需要再通过核心团队他们进行二次审核。 Pi核心团队现在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开发的。 目的都是为了在之后去中心。 这样做可以省时间, 并且安全可靠。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尼古拉斯博士他们做事情确实是非常认真的, 更有长远的打算和规划。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在未来去中心, 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 保证网络在各个环节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因为如果使用第三方, 一旦去中心的时候, 第三方倒闭了就会影响整个网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需要的程序都是自己开发的因素之一。 大家一定要多学习, 去了解未来趋势。 从趋势来看, 发展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时代在变迁, 趋势正在悄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希望大家可以抓住这次机会。 你错过这次的红利, 此生就很难有了。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Pi在虚拟货币里会有很大的地位, 并且带来很大的价值。 OK,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派友们, 我们大家一起继续加油哦。 我是小萱,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